大家如果看到了这个东西千万不要去乱碰乱用 这个就是有剧毒的薄罗茴 它呢虽然有毒但是它又善于解毒 像一些恶窗婉选溃扬这种顽固性难搞的 并且呢它又是非常的在行 所以我们不能片面的去看问题 薄罗茴是因素壳草本能长到1到4米 竟折断有黄色的枝叶 枝叶是有毒 叶片宽暖型或者静黏型 开大型圆椎花絮 可以在下秋季采收代根的全草备用 薄罗茴的价值早在本草十一 湖南药物质等各类书籍都有广泛的记载 神龙藏百草 这个只能探索性的藏一下 嗯稍微有点苦味 这个不能藏得太久 那不对 那有毒 薄罗茴用带根的全草入药 主要就是驱风解毒杀虫止痛 比方说一些窗肿完选 湿疹 蛇虫咬伤 风湿关节痛 鼻虫性 阴道炎这一类都是非常的OK 对 对 谢谢大家